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竟于才华 有人曾这样评价林徽因 她不仅有着出众的才 清诚的貌 人生际遇也比当时其他才女儿 要幸运得多 究其原因就在于 她比谁都活得清醒睿智 尤其在人际关系中 林徽因从不会去攀附奉莹 却有很多人愿意和她真心相交 沈从文 胡适 并知灵 都是她的知交好友 林徽因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多的朋友 就在于她很明白 好的关系一定是被吸引来的 而不是追逐来的 盲目追逐 打动不了任何人 还会让自己也跟着筋疲力尽 当你有了吸引人的东西 才会有欣赏你的人 翻身越岭的奔赴你 一 再才华上吸引 一经有言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相互吸引的两个人 一定都有相似之处 如果两人没法同平共鸣 这段关系就注定不会长久 战国时期 门客毛平一心想追随 雅亮高智的信灵君 可他本人却没什么才华 甚至说其话来都粗鄙不堪 所以他越是刻意接近信灵君 信灵君就越是对他感到语色 可即便如此 毛平却不思内休自己 还愈发粗鲁傲慢 一次 他竟然因为口舌之争 将信灵君的另一个门客 痛打了一顿 信灵君知道此事后 对毛平深感失望 直接将他逐出了门外 很多时候 才华才是一段关系的敲门砖 少了能力的加持 你再如何费尽追逐 别人也会对你不屑一步 而你若有本事有才华 即便初次相识 他人也会对你亲眼相加 梅兰芳和林徽因就属于后者 他们两人相识于泰格尔的接待会上 初次见面 梅兰芳就对才华横溢的林徽因欣赏不已 后来随着两人认识的加深 梅兰芳发现林徽因在戏剧上的造诣也颇高 因此对他更加敬重 甚至只要有林徽因在的场合 梅兰芳都会恭敬地站在一旁 绝不会落座 很多人不解 问世和缘故 梅兰芳说 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自己对林徽因的尊重 而林徽因也同样将梅兰芳引为知己 两人在往后的多年里一直保持着往来 有人说 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敬于才华 而才华对人的吸引力 又远胜于颜值千万 所以 你若想结交一个比你优秀的人 就先提升自己的层次 你若想融入更高雅的圈子 就先充实自己的内涵 正所谓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当你足够优秀时 自会有无数优秀的人靠近你 二 在性情上相投 林徽因在美国时 曾与冰芯有过一段时间的交集 那个时候 冰芯早已名气在外 是文坛上一颗比较耀眼的星星 林徽因虽有才气 却几乎没有特别有名的作品 所以当时的林徽因 对冰芯是比较崇拜的 他经常会去找冰芯谈芯 约着他一块去郊外野餐 把他当成自己的好朋友 冰芯虽没有拒绝 言行间却总是透露这些书里 回国后 林徽因经常会在家里举办文化沙龙 与文化界的人士 真编实弊 谈骨论金 他好几次盛情邀请冰芯 参加到他的聚会中来 可冰芯却嫉妒林徽因 觉得他能受到众人的追捧 是因为他在华众举宠 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 我们太太的客厅来讽刺他 面对这样的公结 林徽因才终于明白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强求不得 追逐不来 于是他给寄给冰芯一壶 山西老陈醋后 就与他断绝了来往 人与人的关系 离不开秩序相投 性情相合 在性情不合的人眼里 无论你做什么 都会受到别人的攻击 你享受生活 他们会觉得你故意狭扮 你耐心跟他解释 他会觉得你巧言善辩 可在志趣相投的人看来 你无论说什么做什么 他们都会发自内心的认可 林徽因在北平时 交道过一个一生的挚友 费未美 他俩出事时 林徽因便觉得 费未美是一个豪爽聪慧的 美国大妞 非常好相处 而费未美也直言 对林徽因是一见钟情 他经常参加林徽因的文化沙龙 但他的感受 却完全不同于冰心的批判 他说 林的谈话 同他的著作一样 充满了创造性 话题从诙谐的意识 到敏锐的分析 从明智的忠告 到突发的愤怒 几乎无所不包 后来战火纷飞 费未美不得已回国 可他却始终忧心着林徽因 得知林徽因旧疾复发时 他会想尽办法地 为林徽因送来钱财和物资 知道林徽因被生活所困 他也会常常写信宽慰 后来 林徽因身患重病去世 费未美更是花费十年时间 将林徽因的经历 编成了一本书 以此来纪念他 老话说 物仪类聚 人以群分 性情相投的人 才能产生共鸣 三观相合的关系 才能收复长久 如果明知三观不合 还要勉强凑到一起 最终你们也只会活成彼此厌恶的样子 每个人的圈子里 都只容得下相似的人和事 注定难以同贫的人 不要强求 不要将就 尽管挥手告别 此后各走一方 也是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三 在灵魂上相吸 听过一句话 只有心灵相通的人 才有共鸣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 只有灵魂相近的人 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 灵魂上互相吸引的两个人 根本不需刻意追逐 只要遇见 便会不自觉地想与对方携手一声 梁思成出于灵徽因时 便被灵徽因的才气样貌深深吸引 而灵徽因初识梁思成 也对他印象极强 觉得这个人很有性格 更巧合的是 他们都对建筑很痴迷 处处都能合到一起的两人 很快就向彼此确定了心意 他们约着一起出国留学 一起追逐心中的建筑梦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两人都成了更好的自己 战乱发生后 他们又一起相扶相执 共度人生风雨 逃难至昆明时 灵徽因肺病缠身 整个人变得喜怒无常 梁思成非但没有责骂他 还自始至终都包容着他的坏脾气 在梁思成被病变得脊椎折磨得难以忍受时 灵徽因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他们两人将爱情经营成了最好的模样 辽一梅曾说 在我们的一生中 遇到爱 遇到心 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若两个人相处 只有单方面的追逐 而缺少了相互间的了解与蜥蜴 那么 无论追逐的那个人如何费劲 最终也只会落得凄惨的下场 同样身为民国才女的张爱玲 曾为了和湖南城在一起 承受了所有非议和谩骂 她甚至对湖南城说 遇见你 我变得很低很低 一直滴到尘埃里去 但我的心是欢喜的 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可即便张爱玲爱得这样卑微 还是留不住情场浪子 湖南城的心 很快 湖南城就一情别恋了 张爱玲知道此事后 忍痛结束了这段感情 此后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孤僻 一书曾说 真正的感情叫人欢愉 如果你觉得痛苦 一定是出了错 须及时结束 从头再来追逐一个错误的人 只会让彼此都深陷痛苦困扰 那些能携手走到最后的感情 靠的不是追逐 而是相惜 不是纠缠 而是顺其自然 如果你与某个人在一起 有不言而喻的默契 也有言无不尽的自在 这个人 便是那个注定会被你吸引 能与你携手一生的人 看过这样一句话 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开花时 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 寥寥数语 编导尽了与人交往的本质 毕竟 刻意讨好 换不来同瓶的朋友 志同道合 才能吸引相似的灵魂 你若想遇见更优秀的人 不妨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发亮 待到你光芒万丈之时 自然会有万千蝴蝶 为你而来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